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正坦生生命去改变生命的 刚才很多人都在讲 生命能去改变生命的 其实是实践神学 所以实践神学没学好的 你一般神学 系统神学读得再好 我可以告诉你都没有用 就好像医生很会看组织切片 可是呢 开刀都死人 没有用的啦 这样知道 所以呢 医学院的基础医学 永远它会被称为基础 原因就是这样 它就是基础 病理它就是基础 你怀疑它是什么 你觉得它是什么 你切下来又拿去发炎 是什么啊就是什么 你猜什么都没有用 是什么 它看是什么啊就是什么 但是呢 看完是什么以后 宣称你是有乳癌 可是呢 这里有十个医生 对同一个乳癌 它可能就十个医八个都好 它可能十个医六个好 可能到最后那一个 十个医三个好而已 这个就是在教会现在 一起毕业了以后 很多的牧师都很认真 可是很多的教会呢 它就是没办法增长 所以刘同牧师曾经也讲一句话 他就说 不是教会读经祷告很认真很认真 教会就一定复兴 因为那个东西大家都很认真在做 没有教会会故意不认真读经 不认真祷告的没有 但是很多教会 没有办法真正的复兴 当然刘同牧师 给你们很标准的答案就是 你们要与神同行 有神同在 当然这一句话 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点像医生说 叫大家怎么养生 我可以告诉你 不管我怎么讲 最后大家还是都死光光 因为人终将一死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 实践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你在神学院念到的这些 对不起 包括你想要念的系统神学 你想要念的神学 这些神学 毕竟还是教义 会牵扯到你读的是哪一间神学院 会决定你的神学观点 对不对 你如果是到 德州的三一神学院 西哥口地三一神学院 跟某一切神学院 可能的神学院观点就不太一样 那当然还是需要有神学系统方面的人 再继续去发展 那剩下的人 如果你们都要走向幕会的角度 我还是觉得实践神学 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装备 那现在今天我们这一堂课 可能不一定讲得完 我们会尽量讲 职场宣教神学的 现在看到的是小的 我要把它放大 两个先驱的教室 Peter Wagon 没听过的举手 举高 没关系 哇还蛮多人没听到的 Peter Wagon 没听过 好没关系 第二个老师 Paul Stevens 没听过的举手 哇还是蛮多人 那我再颠倒回来 Peter Wagon 听过的举手 一个 Peter Wagon 听过一个 还有没有 一个 Paul Stevens 还更惨 一比零 一个听过一个 这个听过 没跟国际接轨 好没关系 好没关系 那这个两个人呢 是你们在讲职场的时候 有机会的话 好不好 把名字抄一下 Google上去看看他们的 一些自传 因为你们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伟人 千万不要是坐在那边用想的 然后就会把事情给办成 没有那回事的啦 好不好 一定要师出有门 一定得找几个不同方面的老师 成为你不同方面的启蒙者 那我很可能是你们在职场这里的一块 小小的 可能有别人是你的其他的灵修方面的 对不对 有人可能是你的教务方面的 都没关系 那职场宣教的两位牧师 这两个都还活着 Peter Wagon 现在最近身体比较不好 已经躺在病床上 我看到他的照片已经在病床了 蛮可惜的 他是比较属于林恩派的 林恩派的职场宣教的教会 大概包括刘童 然后舒锦欣 这些人的老师 或是这些人 你如果讲Peter Wagon 他们大概也全部都知道他是谁 OK 好 那另外一个 Paul Stevens 牧师 这都是牧师 这两个都是牧师 这个就比较属于传统派的 是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一位老师 他呢 他的职场宣教的神学跟理论呢 就大部分都是从圣经上 在谈这件事情 就比较都是圣经里面 引经据典 讲完了以后还是在圣经上面 比较属于这一类的 那Peter Wagon 就比较属于就是实践型的 那这两个各有好处 各有优点缺点 那我把它称作为 一个是内科 一个是外科 好不好 医生有一个是要外科 这个是外科 他是很会动刀 动那个的 很会做事的 Peter Wagon 那Paul Stevenson 比较属于内科 他不是外科 所以你如果去找他的话呢 他就是给你把麦 给你看 就是不会动手动腔的 然后就告诉你 你的里面有什么问题 那这种教会在湾区 有没有类似分开 有哦 虽然有录音 没关系就让你录吧 林良堂是属于比较外科型的 对不对 还有呢 牧主先锋 牧主先锋算外科 还是算内科的啦 算内科比较多 当然也OK啦 五家的话就更内科啦 那这一个是大概约略啦 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分啦 因为 因为牧主先锋主要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比较 属于内在啦 安静等候啦 就慢慢等啦 那圣灵跟你有那个的时候 你那个 那林良堂是 你就去做就对了 圣灵一定与你同在 圣灵只要跟你同在 你做了 他就给你能力 做错 他也会帮你翻转过来 外科 你知道吗 那内科就是要等啦 在神面前等候啦 等啦 安静啦 等到圣灵有给你感动 有内科 所以有时候等到都睡着了还在等 好 所以这两个呢 你们尽量都背起来 好不好 上网我的课不要至少连这两个主师爷 你们都没认识啊 好不好 Paul Stevenson跟Peter Wagen 好了 后面我们要开始归纳大家刚才讨论的东西咯 谁拿到自己就可以拿去用了 拿不到你就停在自己的观念 我就不管了 过去长久以来教会在谈到职场宣教的时候 最容易讲的就是讲工作就是敬拜 敬拜就是工作 对不对 然后就从那个自根啊 去讲工作啦 然后就是worship啦 vocation啊 好吧 那个讲完了还是只是陷在那个字眼上面的一个解说 还有呢 好一点的 那就是说在职场上要做光作眼啊 但是我要常常讲 你平常就应该做光作眼了 难道要在职场才做光作眼吗 你平常就是做光作眼啊 干嘛要做职场做光作眼 职场做光作眼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 所以那怎么叫做职场宣教 还有呢 带领同事信主 让他们加入教会 职场宣教 到这里来的已经不错了 至少已经从内科变外科的一半啊 会去找 现在我很抱歉了 教会很多人的原因就是 没有很多人去approach 去approach人家 尤其是基督教会 你注意看那些摩门教 有没有两个两个都去敲门 有没有现在连那个 东方闪电也都很厉害啊 有没有 为什么别人都行 为什么讲到基督徒就都不行 讲摩门教那些都很行 也是啊 约和华建政人也有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基督徒都没有 我给你讲啊 林良堂也是在为这个丑啊 为什么人没有真的增加啦 小组也没真的增加啦 一个小组长 六个月以后就震亡了 因为整天都在你家聚会 每个礼拜时间大就在你家聚会 你每个礼拜什么事都不能做 你要礼拜五到你就准备在你家聚会 人多也在你家聚会 人少也在你家聚会 聚到后来就受不了啦 我说五点 都是摩门教 都是摩门教 从来就没有正常的基督教给我 学教的太多了 学学的少 对啦 学教目的多 学宣教的少 这个学生厉害哦 会讲这一句话 学教目的多 这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喻啦 好不好 没关系 这种现象大家都看到 好不好 这不是只有你看到 所有的牧师都看到 也就是说 开一间餐厅 开一间餐厅 出去叫人家来吃饭 出去叫人家来吃饭的那些人少 只会在餐厅里面说我多会煮我多会煮的人多 奇怪我就很会煮什么都没有人来 你就在餐厅里面自己在那边怎么样 在那里面想我到底是盐放多呢 我会是糖放多呢 为什么就没有人 因为你在餐厅里面自己在那边想你的嘛 那外面的人就没有人到餐厅了 那来了餐厅的人 他一次定江山决定这一次我吃饭以后下次不再来 我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 你都不要告诉我 哎呀今天是因为刚好太太就没来啦 所以我菜就放什么啦 我没有机会解释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人刚好来的是听到的是 是奉献他不要 有人刚好听到奉献他要 但是反正就一次定江山 来了以后他会锁定 这个教会他想来不想来 对不对 那当然刚才也有讲了 出去宣教的人学宣教的少 想要在教会里面当老大的多 都想当牧师 都想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 孟子梨楼篓偏上 人之犯好为人师 就是想念神学去教人的 你要小心 我祝你成功 但是小心 好不好 因为神学为什么到后来 过去大公教会以来 赢了就判另外一边就是异端 这样知道吗 所以那个涅斯多流派 我们上次有讲过 中国的锦教 当初就是涅斯多流派跑过来 他就认为说不应该拜圣母 结果就被判为异端 可是那是天主教的教义 现在我们就承认说不应该拜圣母 可是当时候 他因为说不应该拜圣母 结果就被赶到中国 所以 实践神学在职场宣教里面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 所得到的资讯 太快了 你完全来不及还跟他辩论 展现你的生命之前 他已经被人家的 他的灵魂已经被人家收买去了 一定会 连你我们人寿教育 就是要有先入为主 所以我不要反先入为主 先入为一定会有 对不对 因为人寿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来变是非嘛 那就当初伊甸圆人寿吃的那颗 三荷树的果子以后 人才可以开始变是非啊 才有教育啊 好不好 所以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停留在 领同事信耶稣 帮他教教会 还是有极限性 那你再 再积极一点 那是什么 我们要让上帝的灵充满职场 让人家就是喜欢来 吴医师 你在哪个神学院教书 你在哪里工作 我很想来跟你工作 你们展现出来的生命 吸引人家来跟着你 你在教会的幕会 他来跟你幕会 你到机构去工作 他到机构去帮你忙 你到职场去做职场宣教牧师 他跟着你去做 有没有 我们要展现的是这个特质 也就是说 当郭台铭 想要到美国来的时候 中国说怎么样 不能让他走 因为他会带走太多的东西 离开中国 对不对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我们的实践神学 交完了以后 每一个我们的神学生 变成传道人时候 会充满什么 那种神的亮光 跟神的爱 要你们口才好 生命好 让大家来跟 这样知道 所以现在呢 从过去这样一路演变 假如你还是停留在那边 到教会去讲职场 还是在讲职场就是敬拜 工作就是敬拜 对不起 那老吊哑 那个已经是老吊哑的东西了 现在呢 那这个呢 上一次好像给你们讲过嘛 这个我稍微快一点 六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都讲 世界是属事 教会是教会 属事跟教会不要混在一起 到教会里面就不要再谈属事的事情 那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呢 没有办法太多人 百分之九十五都在职场 你如果叫这些人都不要到教会里面 讲教会的事情的话 职场的事的话 那教会就没人了 怎么办 好 那你们在那边要做见证啊 要步道啊 带一点人来啊 到八十年代 你们只是光带人没用 把圣经的原则也要活 活出来 嘴都很会讲 来我们教会看看 人家就一想 你要是去教会 我就不去教会了 你平常那种样子 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人家都在工作 你在那边读圣经 然后等到 人家中午要吃饭的时候 人家都排队 你就一个人抢着就进去 然后就拿着菜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会看到 那个中午爱宴的时候 不是刚才这群人都讲得 很属灵吗 怎么在领个便当 领个饭菜的时候 哇 大家这样真的你死我 因为没有把圣经的原则用出来 到在九十年代 才讲说 其实你们的工作 都是真实的侍奉 那00年代 就我们现在这些年代 还要出去得胜 那现在呢 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 三个目标 背起来吧 好不好 我不考试啦 那你背不起来 我就没办法了 背不起来就没办法了 你们还是要再讲 那个工作就是敬拜 老调咬就没办法了 三个 消除贫穷 财富转移 建立荣耀的教会 全地转化 归向基督 你们想办法去各教会 帮我开这堂课 你们就来讲这堂课 好不好 天国的福音 就是这个福音 来 我们一个一个来处理 三件事情 消除贫穷 财富转移 一 第一个 消除贫穷 财富转移 现在的人 有这四个贫穷 你们都是神学生 所以都不会认为 你的灵魂是贫穷 但是你们的关系呢 觉得自己关系还不错的 还是觉得自己的关系很有限 因为你们自从来念神学院 有些关系就都断了 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连关系都很难建立 动机 神学生的动机 我有时候觉得 比外面的人动机差太多了 那些外面的 外面生活的人的动机 motivation都比你们强很多 有看到我们的神学生 做苦愁成 动机都没了 都不晓得 怎么办 动机不行 物质的贫穷 那这更惨 缺乏 缺乏 所以这四个贫穷 请问天国 允许你有哪一个贫穷吗 主耶稣整个 四福音里面 你们觉得啊 你们是哪一个 还是你们四个都有 灵魂贫穷的人 灵力贫穷 那要得到耶稣才有用啊 好吧 现在很多人是很有钱 没错啊 对不对 Google现在的股票 802块一张 他可能有几百张 几千张的Google的股票 他可能很有钱 可是他的灵魂 可能很贫穷啊 对不对 每天就在想 那是话是这样说啦 但是现在我们要 对 我现在要你们怎么做 你们不要用错方法 你们学这个东西 实践神学的时候 就是说 用这一个东西来分别 有一些人 可能开的车子比你好 可能住的房子比你好 可能家里的孩子 成就都比你们好 可是呢 他们可能 灵里面是贫穷的 OK 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现在在做职场宣教的时候 你是同时在做这四种 消除贫穷的工作 不要只偏一个 很爱传福音 可是自己也过得 动机很贫穷 自己也过得关系很差 然后在那边满嘴说 灵魂要好 灵魂好 清新的人就有福了 没有那个八福要一起讲 你不要把一个讲了 七个都没有 八福要一起讲 所以呢 这个要你们自己记得 OK 四个 灵魂的贫穷 关系的贫穷 动机的贫穷 物质的贫穷 都是你们现在出去 牧会 要一起出去做的 如果你自己 有缺的哪一方面 你要先自己先 求神带领 因为你们自己 日子过得惨兮兮的 穿得 拉哩拉哒 没钱 很穷 然后在教会里面 叫大家都来信上帝 结果大家都想 如果信完上帝 都会像你那样 会有困难 好不好 这时候你们就会 把责任丢给上帝 啊圣灵没动工 那我没办法 上帝到了天上 放了录影 他就说 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好不好 这个四个 路加福音后面 有一些经节 我就不停留太久 因为我希望把课 多上一点 路加福音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所以这个是用来 解释 你刚才第一个 灵魂贫穷的 圣经的经文 OK 主的灵在我身上 第二个 生命记说 你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因为货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为了坚定 他向你列祖起事 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所以上帝 耶和华 有没有要赐福你有财富 物质 他有 生命记 跟你讲得很清楚 他给你的 如果他不给你 你再努力也没用 灵要有 物质要有 这里也是一样 耶和华 像你列祖起事 应许是给你的 他必使你所生的 你处生所生的 地所产的 都会绰绰有余 好 这边经文稍微快 没有你们可以来跟我 要这些经文就好了 你们要给人的 就必有给你们 并且用十足的神斗 连摇带岸 上间下流的道给你们 因为你们用什么 良器良给人 他们也必什么 良器良给你们 哥若西书 神的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在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基督里 你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丰盛 所以我要要你们 第一个 消除贫穷 要相信 这是神的应许 好不好 圣经已经给你们 我还可以给你们 更多的应许 你们要自己抓住 不要老是 没有抓到应许 然后就把 哎呀 神就是给我这样 好好的带 这个教会的那五个人 我就想说 待一会儿 要小心一点 上帝 真正的应许要给我们 我们一定要 怎么样去调整 但是要准备好了 好 那后面就是说 神要我们的丰富 像他的丰富一样 神也要我们 在别人的身上 有一个祝福的力量 我们现在基督徒 有时候就是祝福 人家都不够 哎呀 我比你还更穷 我只能为你祷告 你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你有时候也绑不上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祝福 会使人家觉得说 那我就不信上帝了 看你们过得这个样子 这么辛苦 很多啊 很多人都不讲而已啊 活不出来 就没有钱啊 你怎么活出来 哎呀 谁不想活出来 谁也想活出来 只要有了 谁不想活出来 他就真的没有吗 所以我们要来思考 看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不在于神 不在我们拥有多少 在我们给出多少 我们越有实力 我们才会产生影响力 所以有人都常常喜欢说 林良堂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我可以告诉你 要有实力啦 对不对 对啦 没有实力呢 有时候建堂就会一直演啦 你们干嘛笑这个样子 我还没讲什么 你们在笑什么 没笑没笑 好 那职场宣教不是等于在讲社会福音 社会福音只是在注重 做好事来处理社会的问题 但是却没有去处理灵魂永远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我们去做社会福音 比如说我常常出去议诊 如果我纯粹只是议诊 那叫社会福音 但是我如果议诊完 你又问他说 你有没有去教会啊 你怎么没去教会啊 你有没有跟我出去啊 去信上帝以后呢 我们再去帮更多的人啊 然后他如果说好啊 那我跟你去啊 那我就再处理灵魂的问题 知道喔 我不但意诊 我在处理灵魂的问题啦 外戈内戈啦 好不好 进步进步 这是谁 这个是谁 赵用基 有人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在传成功的福音 成功神学啊 他怎么回答 对啊 但是下面我有写啊 你们你们一起读看看啊 赵用基 牧师就说 对 他就直接讲说 我是在传成功神学 因为神从来没有失败过啊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在世人的眼光来看是失败的 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最伟大的成功啊 这一讲完呢 大家都不敢再攻击成功神学 至少他不敢攻击他 讲成功神学 那当然 我们也不是说 谁对就谁不对 我也不是说 我就是赵用基的 的崇拜者 也不是 但是我们想要传递的 OK 不是在跟这个人或那个人 我们到底在思考的就是说 我们新娘里面的十字架 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救赎 因为十架七页里面 有一句是成了嘛 所有的七句里面 剩下的六句 每一次复我姐都很好讲 成了那一句 很难讲 为什么 因为成了以后 教会好像也没复兴 教会人也没有更多 全世界的人也都没有信上帝 两千年下来 社会更败坏 同性恋还在欧巴马的手中里面 通过了 现在连台湾 同性婚姻也马上要通过 对不对 把我们这些牧师放在哪里 为什么 十字架的成就 在我们变成只是嘴里在说的 而没有在实践里面看到 所以赵佣基牧师说 他就进一步再解释了 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成功的怎么样 饶恕了人类的罪 成功的医治了疾病 成功的去除了一切作主 成功的征服了阴间跟死亡 成功的复活跟升天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其他都没办法成功 所以神是没办法失败的 多好 什么 我们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一个积极的 就像赵佣基牧师 我可能没抠出来 希望我忘了 他就讲一句说 如果你的教会里面 在主日的时候 不能带给下面听的人 有一个希望跟盼望的话 那一些人是不会想要再来的 所以他现在有多少 八十万人 号称是世界最大的教会 对不对 因为他认为 在主日讲的信息 如果你不能让他们 对耶稣基督有盼望 有希望的话 你怎么期待他会再来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有一些人说 林良堂在上面 一直都在讲奉献 讲奉献 叫你们奉献 有些人一直有意见 原因就是说 如果你的神是 那么样的有能力 又可以 丰丰富富的公益 你有胆就别讲奉献 你就怎么样 当然我们不评断 某一些特殊的现象 但是呢 我还是要讲 在职场里面 我们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在公司 在我的诊所 在我的团队里面 如果我不能带给我 团队的同工 有一个盼望跟希望 我很可能带不动我的人 大家知道 所以我希望 在我们消除贫穷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讲的职场神学 不是世人的成功神学 OK 世人的成功神学 是靠着知识聪明 去追求成功的 我们的成功神学是什么 是十字架的成功神学 OK 是因为我们相信神 靠着圣灵的能力 过着成功的生活 好 第二个 建立荣耀的 哎 怎么样 你说什么 没事 说什么 没关系 说啊 说啊 说什么 我没听到 啊 好 来 时间好像没有了 那个吴长老 十分 现在对不对 时间到了对不对 还没有 还有 到九点多了 哦 到十点了 对对 好 来 我们继续了 来 哈盖书 OK 第二个 我们要建造荣耀的教会 刚才第一个 讲消除贫穷 所以那些经文 来support我们 OK 神本来就是要把他 成功的救赎计划 给我们 要我们一起去完成 整个 救赎人类的计划 但是救赎了个人以后 比如说救了这个人 救了那个人 传了福音给那个人 那个人答应 好了 要跟你去教会 然后那个人也说 好啊 好啊 去看看你到底在信什么 那个人也说 好啊 好啊 看你信的这个样子 好像蛮好的 那某一个人说 好啊 好啊 我也去看看 你怎么可以 日子过得这样 让人家羡慕 好 第二个目标 就是建立荣耀的教会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 有毕业的同学 要建立一个教会啦 对不对 马上还有一些同学 马上也都要毕业啦 建立荣耀的教会 哈盖苏说什么 这个殿 后来的荣耀 要搭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个地方 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 也必都运来 我就使这殿 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说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从旧约新约里面 都讲 教会 是神的身体 那里面是充满万有的 在旧约里面也说 我必死万国的珍宝 都运来在这个殿里面 所以 最近的三十年 有所谓的Mega Church的诞生 有没有 其实那个不是新的 你有没有注意看 欧洲的每一个教堂都很大 有没有 自古以来 所有的教堂都是 都是很大的店 都是很漂亮 几百年都还没盖完 有没有 巴黎好像还有一个 西班牙还是哪里 还有一个什么 圣笔的店 还什么大 到现在都还在盖 盖了几百年 上面都还一直在盖 可是里面的人 当然现在越来越少 早期的话 教会都是最大最大的店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店 稍微要扩建一下 都很困难 但是为什么末后的都没大过先前 重点就是为什么 现在还没到末后 所以末后为什么 为什么还没到呢 现在的教会都盖不大 给个答案吧 让我喝口水 所以更小嘛 你都没有做 我说哪里有更大 心穷啊 现在人更有钱吧 心里穷 那人为什么心里穷 骂到牧师来了 牧师都错 因为牧师都没有钱 牧师都错了 牧师少数几个 像我有钱的 还有几个有钱 赶快现在给你们骂 看看你们想骂谁 赶快骂吧 我全部帮你承担着 好不好 给你们骂吧 想骂谁 为什么 因为那些牧师 在念神学院的时候 就是所有东西都放下 谁让他们来念神学院 就已经开始穷了 等到念完了以后 就靠着教会那些薪水 怎么样会有钱 除非那贪污啊 知道吗 牧师要有钱 那就除非是贪污啊 但是啊 有多少教会 可以让你贪污到他有钱 还真难 干 倒贴 对啊 不要倒贴就好了 所以普世的教会看起来 就看不到那末后的 要大过于先前 还是钱财 还是钱财 还是钱财是基本 因为货财是耶和华所赐给你们 如果你不把这个圣经的这一节 讲清楚 你会让很多现在在努力工作 他都不想来教会 因为他一来教会 你们就 蛤 对不对 我们有一段圣经来 来来来 我找出来 我们大家来解一解好不好 反正现在还有时间 我刚才看错了 看看那一节声音在哪 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不是 马拉基硕那没什么 来 来来来 来来 我们那个行云好不好 广播的 他的声音好听 帮我读一下 不会 不认识的字 你就停一下 来 来 大家安静一点 有点长 但是大家都很熟 但是这一段要怎么解 你们应该不会觉得很难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来 大家一起来解 保证你们解出来的 跟我解的不一样 因为 这个其实常常就是 被人家拿来说 基督徒反商 的经文 反商 商业的商 反商 对不对 反对商业 对不对 龙大哥你又一直笑 因为这里叫你变卖所有的财富 叫你别傻瓜 现在一直存钱 不要 不要一直 为着你的 现在的生活 来我们来解 来解 你要解 要解 你们要 你们要一起来思考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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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就拿这个来反商 教会的牧者也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怎么去上 所以教会就长得到 所以教会就长得到 不来 我们一起 一起 一起思考 好不好 这神的话 这不是我的话 因为这个的标题 被吓的标题 我们一个一个看 好不好 我们还有点时间 好不好 以后你们出去讲道 拿这个讲 不然的话 你的教会 建堂就永远建不起来 才主寻求永生的道 OK 才主寻求永生的道 耶稣出来 走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跟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应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永生 对不对 那这一段经文 其实你一定要从 十七到三十一 一起扣出来 如果你们主日讲道 要讲 你千万不能 减一半拿来讲 减一半拿来讲 常常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不允许 所以你们都减一半来讲 减前半段 减中间那一段 减后面那一段 那我们就要来看 耶稣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 因为这个人问耶稣 其实是在问永生 那耶稣为什么从良善那边先下手 你们想一想 耶稣为什么 我们不对提 人家问你说 吴医师 你怎么样 卖股票赚钱 然后我说 你为什么称我良善 就好像有点扯到另外一个 有没有 因为那个人先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应该怎么样承受永生 耶稣跟他说 为什么称我良善 除了上帝一位以外 在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都是晓得的 这些东西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因为以色列人 从小到大都有被诫命 对不对 他就对耶稣说 夫子这些我一切 从小就都遵守了 耶稣就看着他 在这里有没有很可爱 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说 耶稣就看着他 然后就说什么 就爱他 等一下还有一个动作 还有一个动作 就爱他 有 你们讲到的时候要记得 把这些都要讲进去 这些才是重点 耶稣回答以前就爱他 意思就是耶稣并没有在骂他 OK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做辅导 我刚刚来问了好多人 都喜欢在教会做辅导 可是我们在教会都越辅越倒 被你辅到的都倒 什么你说呢 不辅还好 一辅就倒 因为都叫辅导 都爱做人家的辅导 因为我们的回答 有时候就少了 就爱他这个部分 他就对他说 你还缺少了一个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那就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所以这里面几个动作 两个动作 一个要变卖掉 一个还要来跟从我 结果这个财主怎么样 听完了就怎么样 就走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财业太多了 他没有说他试不了财业 不一定 不一定 他只是说他产业很多 也有包括怎么样 卖到来不要 卖到什么时候 也包括这些 也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说人家舍不得卖 这个人的问题 他还是要靠行为要给你 不是 还不挤 你别挤了 最后再来定义 没关系 当然一定有一些成分 因为我要让你们去apply到 现在你们在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当时是这个人要 成为的 这个耶稣 是给耶稣 耶稣是给他走到绝路 你知道吗 走到绝路 别急 别急 慢慢来 慢慢来 等一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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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这个都很好 等一下 因为你们到小组 可以去带这一段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 你们到小组去 小组除了你们以外 剩下的人 很可能收入都比你们好 就对了 所以你们要带这一段 一定有机会 好不好 你们要去讨骂 要被人家挨揍 随便你就带这一句 就像刚刚这样讲 随便你就到小组里 好不好 我们就来看 因为教会里面 我常常说 最穷的就是那十个传道人 十个传道人以外 下面的每一个都比牧师有钱 因为为什么 真的没钱的 那还在外面努力 那不会来教会的 还在外面很多事还没做完 那才不能时间跟你耗在教会 来你听你的教会的道 我还得给你十一封信 还得给很多人都不愿意来 所以来的人呢 你心里都要知道 他都比你有钱日子 可能都过得比你安定 那就是反正里面有需要 圣灵感动来听一听 他都很有钱 那所以这一段呢 我为什么 每次职场宣教的时候 我都希望你们一起来思考 每一个角度都对啦 都映得对啦 但是要怎么样统一的来 解决整个问题 那耶稣讲完了以后 这个财主脸就变色了 悠悠丑丑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我相信圣经在这里说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呢 有一个意思在 他并没有说 因为他舍不得卖 这样听懂吗 他只有说他产业很多 可他并没有说 因为他舍不得卖 你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当时候在记录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他舍不得卖 他只是说他产业很多 所以产业很多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会不会多到 连自己有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 所以耶稣叫他卖完 他说那完了 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 那我这一辈子 大概不能永生了 有没有这种人 我现在讲一个人 好不好 我讲一个人 天道书楼不是在这吗 荣保罗牧师 你们知道 我跟荣保罗牧师 认识差不多二十年 几年前他们比较辛苦 在Cupotino的时候 荣保罗牧师打个电话给我 吴医师啊 我们天道可能要宣布破产 我说为什么要破产 不行啊 现在都没有人买书啦 大家都看那个啊 然后神学生呢 买一本书就全部copy啦 所以书呢 我卖不出去啦 书越卖不出去 只好越卖越贵啦 那越卖越贵就越没有人买啦 然后呢 他说整个天道的书 供不起房租 所以得宣布倒闭 打电话来 那我就跟荣保罗牧师说 别倒别倒 为什么要倒 他就说 付不起房租 付不起那个 那我说 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第一个 我说我们要倒闭之前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第一个 你知道你有多少书吗 我问荣牧师说 你剩下库存多少书 对不对 因为我们企业界要进去救一个企业 一定会先问你还有剩多少资产 对不对 我好知道我怎么下手去救你天道啊 他竟然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少书 我说你连书多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书被偷了 你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书就放在那里 有人拿了 他也不知道 卖几本书 他也不知道 因为很难控制 他还靠人工在那边寄啊 干嘛 款有收到他也不知道 款没收到他也不知道 剩下多少书他也不知道 后面当然 后来我们把他那个 现在已经移过来没事了 我告诉你 很多人的产业多到不知道 也可能少到不知道 多到不知道 反正就是产业不知道 这样知道吗 你们可能都很单纯啊 对不对 两个皮箱来 到现在还是两个皮箱来 怎么算都很会算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我产业有多少 如果耶稣在现在跟我讲 吴医师你把产业卖掉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也完了 我也不知道我产业有多少 你不知道卖了就去吃东西 你不知道卖 所以你还是穷人才会讲那句话 有钱人就是讲不清楚 所以啊 真的真的 你不要这样 以后你就知道 好不好 我们很多教会里面 有钱多到他 你不要讲什么 你跟郭台敏 想来问他多少钱 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很多的产业 他是一直不停在revenue 产生revenue 很多的东西 那是一直延伸 一直无限年 我们叫做 叫做 以后你就知道 在产业界不是像你们想 你们可能就是房子一间 车子一台 老婆一个 儿子两个 要卖就这一些吧 可能可以 但是很多人 我在猜 好不好 圣经怎么写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得照着圣经解释 他并没有说 他舍不得卖 他只是说我产业很多 所以请你们在解经的时候 你们要尊重援助 不要自己给人家改说 他舍不得卖 人家上面也没写 人家他只是说 因为产业很多 所以有没有可能 是他算不清楚 我不管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在后面 所以这里我没有标颜色 我只是告诉你 耶稣在讲他的时候 是有爱他的 他没有骂他 没有挑战他 没有说事先知道 你会卖不完 所以你不来跟我 都没有那些东西 那是你自己加进去的 耶稣都没有 耶稣只有很爱他的说 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把他卖一卖 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我 那个人一听了 脸色就变了 然后悠悠丑丑的走 那圣经只有描述说 因为他产业很多 圣经没有描述说 因为他舍不得卖 没有 好了 我们后面再来 那耶稣一讲完 借我一下 你是那个财主 耶稣一讲完 你就走了 然后就留下什么 剩下的人 然后耶稣就周围 一看剩下的人 你好好读进去吧 我现在慢慢表演 给你们听 耶稣就周围 一看剩下的人 然后就对这些门徒说 有钱的人 进上帝的国 何等的难啊 这个何等的难 如果你在前面 就解释说是他舍不得卖 那这一句话的解释 就是说他因为舍不得卖 所以难进天国 如果你是照着圣经说 因为他是产业很多 不知道怎么卖得可以完 所以他不知道 怎么卖得完的时候 后面的这一句 那他难进天国 就是说他有钱到 实在真的是很难进天国 因为他太多东西了 你叫他这些东西算清楚 他还很难 那这两个可能性 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还要继续走完 走完以后 你们再看他的可能性 是哪一个 那门徒就很稀奇 耶稣讲这一句话 然后耶稣就开始讲 这时候是跟圣神的人讲 因为这财主已经不在了 现在财主已经不在 你们在演戏的时候 不要拿明朝的剑 砍清朝的官 他人已经不在了 小子啊 依靠钱财的人 尽上帝的果是何等的难 骆驼穿真言 都比财主进去很容易 门徒就分外稀奇 对他说 那这样谁能得救 注意哦 这时候门徒 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你们刚才有两个假设在这里 一个是舍不得卖 一个是他舍得卖 只是多到他不知道怎么卖完 然后你想 在哪一种情况之下 门徒就分外的稀奇 然后对耶稣说 那这样谁能得救 什么意思 但是这些人还是跟这些人呢 就没有财产了 财产没财产 怎么会有财果积累在天上呢 但是这些人还是跟着他们嘛 结啊 结啊 没关系 你要灵意结晶就灵意结晶 你要灵意结晶 可以啊 可以啊 来 大家试试看嘛 姐姐看嘛 好不好 因为以前都被切一半 就切到这里就停了 门徒们问的 门徒们就分外稀奇嘛 门徒们 门徒是什么 抛弃这些前路的人 跟着耶稣走的人 这些网啊 这些全部都跟着 那又是 那他为什么要稀奇 不是 他为什么要稀奇 门徒为什么要稀奇 因为他们都已经丢了啊 都进去了啊 因为反正我也没钱啊 我也不会比骆驼难啊 但是耶稣说了嘛 是说你要变满你所有的 对啊 对啊 那是对那个人讲 现在对门徒 已经没有那句话的问题 现在对门徒只是讲说 小子啊 依靠钱财的人 进天国那么难 比骆驼穿这些人还难 然后这时候门徒很稀奇 如果门徒都是没钱人 他才不会稀奇 他就说这原理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穷的 我们都没有钱 我们都把钱人丢 怎么样 你算 那个是做功德 公价该怎么做怎么得 就是这个 当时候的富人太多 OK 然后呢 没有 他在灵意解经啊 没关系啊 你丢 大家想 大家想 这很好的想象 也不是想象啦 圣经其实很可怜的 就是都被切成三段 在讲这一段啦 如果你是切前面那一段的 那就是叫大家都卖完 然后教会里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 听完你这次讲到 就再不来这个教会了 反正他们也都干不来 所以大家也都走逛逛这样 然后如果是切中间这一段的 就是再人是不能 然后再神凡事都能 所以如果切这一段来讲的人呢 然后就怎么样 对 哪一个真理嘛 我都把红色的标出来了 你们怎么都不看啊 我已经都把红色的标出来了 绿色的也标了 红色也标了 痛下决心啦 来来来 一个一个一个 大家现在先别想你的答案 我告诉你 彼得就在这里说的 你现在说的都是彼得说的 彼得在旁边 看到耶稣在骂那个 有没有 他爱那个财主 跟财主说 你放下一切来跟从我 编卖来跟从我 结果财主走了以后 剩下的人吸气以后 彼得马上就在说 你看啊 我们都撇下来来跟你的啊 有没有 耶稣就跟彼得 等一下 耶稣就跟彼得 臭骂了一顿 你这只是 中间那一段讲的话 你就会讲这一句 可是上帝讲的是 耶稣讲的是最后面这一句 他每一个比喻 最后是答案你知道吗 每一个比喻好不好 所有是福音 你都不能切开来看 我刚才说 你如果切中间的那个叫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结果一讲完 彼得在旁边马上说 你看嘛 我就跟你讲 我却不撇下了 耶稣啊 耶稣啊 你看嘛 我这就全部撇下 我才是那个 结果你注意哦 来我们来看耶稣怎么骂彼得 他就跟彼得想说 前面这个我等一下回头解 红色的我都不知道 我从然而 那一句话其实是在骂彼得 然而 在 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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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应 下面 那个 什么 哪里 等一下 然而是对应上面 不是对应下面 中文 然而 来我解释给你们听 然而不是对下面 下面又是新的比喻了 它是这样子 这个有点长 所以我们要这样演 你们就会慢慢看到重点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人都拿掉 只剩三个人 一个财主 一个彼得 一个耶稣 好吧 剩下的都当旁观的 我们先不管 财主很有钱 彼得呢 只有两个 一张鱼网 一只船 然后鱼网跟船都丢了 就跟了耶稣 很有钱的来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啊 我要怎么样 可以得永生 然后 我就跟你讲 你那些都做了 很好 再把你的钱 卖了 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 他就说 那这样很困难走了 彼得就在旁边 偷笑 彼得在旁边 偷笑 耶稣就跟他讲说 你看嘛 他呢 我话都还没讲完 他就走了 有钱的人 你看 这么困难 我话都还没讲完 他就走了 别急 你别急 你最后再说 他呢 我只跟他讲 说请你把钱财 变卖了 分给穷人 来跟随我 我后面还有话还没讲 他就走了 那后面还没讲的是什么呢 我实在地告诉你 如果有人为了福音跟我的 撇下房屋 还有弟兄 还有姐妹 还有父母 还有女儿 没有不在今世 得百倍的 而且 那受逼迫的 如果因为这样子 你来生还可以得永生 这样听懂吗 听懂吗 这句话不是在跟彼得讲的 因为彼得只有一张渔网 一条船 他已经把他变卖跟了我 这个财主 进天国 真难 我还没有讲完 他就走了 因为 我实在告诉你们 有没有 他就是要借这样跟彼得讲说 我还没有讲完 我没有叫你现在 一定卖完就会变穷人 我只是说你先卖完 你来跟我 我会在你今生 再给你百倍给你 好了 后面绿色的这一句 就是在骂彼得 因为彼得在中间 给他插了一句什么 彼得在中间 给他插了一句 说主啊你看啊 我都把他丢了啊 来跟你 你看 我就是你的门徒啊 我是在你身边的 那个重要的 后面那句就说 你别高兴得太早 再前的要再后啊 再后的要再前啊 你以为你丢了两个鱼网来跟我 你就会再前啊 那个后面听到我福音 就相信的 就丢下来的 就撇下来的 就来跟随我的 得到天国的那些人啊 会在你到时候再前 那些再后的会再前 彼得知道 鼻子摸摸 他本来以为在这件事情上面 又可以捞个credit 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 来你说 你要照这个啊 你不要照你自己 另外你要照这个圣经 解给我听啊 那你说 那个苹果公司的 CEO跟你过来 去问我如何得理 你怎么跟他说 不是啦 我不是耶稣啦 你 我不是耶稣啦 我还是会 不是啦 我还是会这样讲 因为我也是这样做 因为我也是读这个来的嘛 来 我讲给你听 我虽然不是苹果的CEO啦 那我很有钱啊 那我从小也是 第四代的基督徒啊 那我也是 来 我们要回到这里 那我也从小不杀人 不奸淫 不偷窃 不作假 这种不愧妇的 孝敬父母 那就跟神讲啦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进天国 对啊 对啊 房子卖啦 变卖你所有的啊 跟穷人啊 那我一想啊 那还不容易啊 我只要有赚到的钱 我就不交给国税 那我就去买一台义整车 我就把它变卖了 分给穷人啊 对不对 我能卖的 我就等他拿出来用啊 给神用啊 不急不急 你要知道他的精神 所以这个地方才是 耶稣要跟那个穷人讲 没讲完 那个人就走掉了 你知道吗 他还没有讲完 那个人就走掉了 他就悠悠醜醜的走掉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OK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跟你们讲 既然我们在前面 第一个目标有讲说 神是丰富的神要给你们 那接着给你们的丰富 要有这第二个 第二个应许要在你们身上 不要一有钱了就忘了神啊 不要一有钱了就舍不得 或看不起穷人啊 你们都曾经 我们都曾经 有了这样的恩典 从小遵守诫命什么什么 然后到后来神 如果应许你们有很多的财产的时候 耶稣在这里说 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要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我 他这里并没有 并没有 讲完 那个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这时候彼得 彼得 就自己在那边说 主啊 我全部 谁 对啦 变卖所有嘛 但是变卖所有 他就财产很多嘛 他如果再加一句问上帝说 那我财产那么多 我都处理不来 我应该怎么样 看看上帝也许回答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那一个人走了以后 后面的 后面的门徒 站在那里就认 认在那里 很稀奇的说 耶稣啊 那你这样说 有钱的人 都很难进天国 我们怎么出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是没有 我们都来跟你 彼得就是第一个强顿 你看我都跟你 就是你们现在在想 所以耶稣就讲 有没有 耶稣就讲 再忍是不能 再上帝却不能 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那这句话是对谁讲 是对剩下的人讲 也就是说 我刚刚跟这个有钱人呢 讲叫他变卖所有的 他以为他就会失去 他所有的财产 以后他会失去 他现有的各方面的能力 他不知道 他的能力 他的财产 他的祝福 他的丰富 一切是从神来的 他还没听完 他就走了 彼得就在这个时候 插一句话说 你看我都有来跟你 那耶稣才讲说 那个 是要 还要摆备给他 但是你呢 再前的也不一定再前 再后的还会再前的 对后面这一句 就跟彼得讲一讲 OK 那没关系 你觉得该怎么做 你怎么做 好不好 你觉得你该怎么样 去跟CEO讲 叫人家怎么 那你就怎么做 反正这段经文 不能切成三段解 切成三段解 第一段呢 你就是在教会里面 叫人家一定要变卖变卖 我告诉你 人家第一个就是说 你牧师都没有变卖所有的 你怎么叫人家变卖 所以我们要变卖 还是卡在你 还是你没搞懂 人不可能变卖所有的 他的目的就不是叫你变卖 他是要你分给穷人 后面的重点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必有财产在 财宝在天上 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不要把它断成那一句 说所有的那一句 所以他是主要是要 你要分给穷人 你要做有钱人的榜样 就是刚才说的 你的丰富不在于你有多少 而在于你可以给多少 OK 好 那现在我们时间还有 我们跳回来刚才的 第二个建造荣耀的教会 要根据在这个的上面 不然的话 你们的募款 每次教会办募款餐会 办募款 为什么都会钱出不来 很困难 有时候 就是你一拿这条解 我告诉你 你也可以 应该这样讲 你很少听到教会募款 是用这个来募款 因为这个会反 会产生反效果 不止反商 因为一我们自己 牧师都做不到 我们怎么叫人家变卖所有 所以牧师做不到 这个是什么 不是啦 所以他就不是用来解那一个 所以就不能拿那个来解 叫人家变卖所有的 因为耶稣也没有叫人家变卖 他只是叫你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从我 后面的还没讲完 你没有 没有 就是你来跟从我以后呢 你因为这样 你在世上的呢 反而会加百倍 那就是说 你每变卖一只手机 给这个穷人说 因为他没手机可以用 你一给他用了以后 马上就有一个人 可能给你另外一只手机 百倍千倍 这种的观念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就是今天 我们在教会里面 请人家 十一奉献 试试看 马拉基础说 试试看上帝会不会 打开窗户 倾倒给你 这个东西就会解通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 就看到他手机弄丢了 被人家抢了 你觉得他很需要 那你一想 算了你先借他 也因为你这样的借 我看到的 别人看到 谁就因为这样说 那也没关系 你再给他 我这只给你 那你会很appreciate 说我们的神是一个 又真又火的神 我明明今天的 一个月的收入 可能只有三千块 但是我看到 另外一个同学 他更需要 因为他可能 怎么样 车子坏了 要修一台车 他很难过 那我就手上 只剩三千 扣掉房子 剩一千 但是你还是决定 把两千块给他 因为这样 神就祝福你 有没有 所以这个的经文里面 就是说 在人看是不能 在神是能的 但是你要有前面 跟后面的因果 还有百倍给你的 这是神能的 人不能的 这样知道 好 那彼得呢 彼得呢 傻乎乎的 每次就喜欢抢功劳 所以耶稣就在最后面 加了那一句 在后面的要在前面 这样知道 所以你们喜欢拿后面 这个就第三节 拿去讲道 老喜欢说 哎呀 在后面的也会在前面 那你对那些 已经在前面的人 你怎么交代 所以这个就要 整个一起解 OK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你 在前就会变在后 像彼得 老喜欢在邀功的 那个就是 在前会在后 主耶稣啊 我都撇下了 你刚才说的 那个太有道理了 太好了 那些有钱人 都把他变卖光光 不能变卖的 就一个雷把他打死 谁叫他不变卖碗 我那都跟着你了 耶稣就在后面 讲一句 有没有 在后的要在前 也就是说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第三个阶段的 那个句话 就是说 不要觉得自己在前面 常常要知道 我们实在是 做得不够 耶稣其实在讲这句话 讲可以吗 好 那现在 来我们还有20分钟 就下课 好 建立荣耀的教会 好 那我们建立荣耀的教会呢 每一个教会或大或小 我们不是说 叫做很多人的教会 叫成功 很小的教会叫失败 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 如果是一个很成功的教会 它的确会复兴 所以也不要怎么样 见不得人好 上次 以前上课我有讲 中国人最喜欢 见不得人好 所以人家大都说 人家是怎么样 然后最好恨不得说 你给我看着 明年他还在才说 那我就想 你又是见不得人好 好不好 所以一 建造荣耀的教会 一 我们一定要承认 在现今的社会 职场上面 也一定可以有教会 所以你们现在 包括你现在新的那个教会 如果你用传统的定在你的礼拜天 然后你的多少人 你可能会有一点失望 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提出这样的论点给陈国怡牧师 跟他说 你现在要建造一个职场 异象 在矽谷这一块 带出一个荣耀的教会 还有你 跟王里平牧师 讲 不是要现在教会 剩下的这几个老人去看 可不可以多一点 不是 而是要去承认 你现在要带一个 在各个职场里面 有影响力的职场教会出来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以目前的教会的生态 连你们自己都会给自己 只打三十分 很辛苦 怎么办 你一定打三十分 用传统的那种观念 一定只能打三十分 为什么 没有人去帮你带人来教会 带来的人 因为也不是你带的 你根本也牧养不起来 然后很多的因素 然后最后这些人 在教会里面 还真的只能靠什么 明星的牧师 几个明星的牧师 只要他来讲道 那一天人就很多 哪几个明星的牧师 要是不再讲道 很多的教会就会垮下来 这也是我们现在 有时候会很担心 某一些上千人的教会 只要那个明星牧师 要是一倒下来 你盖好的糖 可能都养不起了 不能有明星的牧师 那老师抓不对重点 所以现在人家 另外一个教会 为了要避免 来你们注意听 对不起 我不是 我很爱你 对不起 我很爱你 我没有骂你 很多的教会 现在采取双主任牧师制 OK 你们上去Google都有 现在的教会 很多都是双主任牧师 避免说有一个主任牧师 一个副主任牧师 然后下面还有几个 然后你这个主任牧师 你就保佑他别出事 他一倒下来 生病癌症 住院干嘛 整个教会会有受震撼的感觉 然后整个教会会有恐惧 然后会大家 怎么讲 不看好 后续的话 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主任牧师的关系 可能整个教会 income也会减少服事的人 也心态有问题 相听哦 所以呢 在职场上 在职场上 如果你要永续经营 好 那这里我带一点 我个人见证好了 我的牙科 很多人也常常问 吴医师 永续经营 你的看法怎么样 那我说很抱歉 牙科就是看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死了 那这个牙科可能就不在了 因为人家是看那个医生来 对不对 很多就是一定要吴医师看 你叫他给他别人看 我还得讲很多话 他还不愿意 那怎么永续经营 某某教会一定要某某牧师 因为他讲得真好 所以他只要不讲到 大家都觉得不好 那这个就是会创造一个 明星式的主角 对公司来讲是不好的 那我怎么做呢 那我下面有十几个医生 所以我每一次要interview 新的医生进来 比如我们最近 也有新的医生要进来 我interview的时候我就讲 你们注意听 你们可以转成说 将来你们在幕会的时候 你们有新的传道人 在你下面要进来 你们有新的比业生 按得理 一样可以用 你们试试看 我在跟我的医生讲 你不要进来是为了我做 因为离开这个门以后 谁还活着我不知道 如果你来是为了我在这边才工作 那我万一明天 不小心被车撞死了 你就没工作了 你就得再找人 想听到 所以我现在的诊所 我现在在interview 我跟我的医生讲 我已经把制度都建立好了 我的manager会做什么事 会管理什么 我的助手会做什么事 我剩下的医生会跟着什么做 所以我人即使跑回去台湾 三个礼拜 所有的诊所他可以照制度跑 大家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你们在教会 幕会的时候也是一样 喜欢有意无意的把荣耀放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 也许你讲起道来 做起事来会飘飘然的感觉 觉得教会好像 你看 我终于辛苦有成 这些人都是来跟我的 最好不要这样 为什么 那你就得保佑你别出事 你一出事你的教会就垮了 因为你的教会是跟着你的 你要听懂吗 所以你们在牧养的时候 在选择你的团队服事的伙伴 就常常要把这种观念带进来 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幕会也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这个墙围起来里面的这些人 你的教会是不够的 你要永远在这个教会延伸出去的所有的这些 在职场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都是你要牧养 至于你要请谁去牧养 这个是另外我们可以安排 所以最近我们在帮忙几个神学生的时候 我说你到一个小教会去的时候 你要思考看看 你可以不可以多带几个同学一起去 你现在在募那个中文 你千万不要拿你自己去做赌注 两个月定生死 不要这样 你这样的话 你到哪个教会两个月都准死 你要想办法带一点人去 好吧 你要带几个人再多带 你带越多越好 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团队的时候 你以为郭台铭 他根本就不在郑州的公司 他天天都在外面跑 他里面有多少人 对不对 的团队在帮他管郑州的这个场 然后他再到深圳去新的场 再到天津去新的场 他都有团队一直过去的 所以我们在募会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们要承认在职场 现在这整个周边的职场 好来 我现在也开放一个小东西给你 我最近有个很好的朋友 教会很热心的姐妹 他开了个餐厅 他就不缺钱 所以他那餐厅也可开可不开 反正他有钱也不一定要赚钱 他就给我开礼拜一到礼拜五 然后只卖中午 我说你晚餐 他说晚餐不卖 我说礼拜六 那礼拜六Family type不卖 那礼拜天呢 礼拜天教会晚去卖 我说那不缺钱 我用这个做例子 现在是有 就在Fremont 如果人家讲完你们有兴趣的来找我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不卖这个庄房那么好 花了三十几万 弄了个餐厅 厨房也那么好 场地也那么好 那场地很大 我说那你这样子啦 给我们的学生 我现在在神学院教一个职场的课 给他们来 好不好 他说好啊 你看要怎么做 他说很简单啊 你中午开 那我就中午找一些同学去 帮忙经营餐厅啊 每一个人都有薪水可以拿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那你说你们不能拿薪水 那没关系啊 折成学费 帮你们搅到学校来 你就不要拿自己口袋的钱去搅啊 那也还是一样是钱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餐厅剩下的时间呢 你们在那里 你要办福音的剧场也可以 你们在那边写功课也可以 你们在那边聊天也可以 你们在那边带祷告会也可以 反正那场地已经有了 也不用花钱租 你能听懂吗 这个就是在职场里面 可不可以建立教会 可以啊 你们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啊 应该要有啦 不然你们做困酬成 都住在宿舍里面 又长梅又长老鼠的 好啦 要建立荣耀的资场教会 深入各行各业 你们在神学院里面 学了这么多的八般武艺啊 我跟你讲 只有少数少数的 最后真的去当神学 不行 后面有个好同学在那 那很想去当神学教授 还是要有一两个啦 好不好 神学院的院长 还是要有一两个 是比较 要有神学上的装备 以外圣的人 好不好 圣的人 在各行各业里面 你们要带出 属灵的影响力 OK 第二个 我们在四分钟 五分钟 开始正式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 你们现在都是只有停在礼拜六 礼拜天啊 第二个 启动五重直视 刚才我说的 有机会已经参与教会的一些 赶快找一些同学去帮帮忙 有人就是很适合教主日学 有人就很适合去带儿童主日学 有人可能就很容易带音乐的 把这些人找一找去吧 五重直视啊 对不对 你叫那个学音乐的去教主日学 你又要他的命啊 可是你叫他去上面 施琴啊 带领唱啊 哇 大家都很喜欢啊 对不对 来了个这么漂亮的传道人 音乐又好 飘飘然哦 好吧 五重直视 职场上面赶快 第三个 在每一座山 这个下一堂课我们会讲 七座山头 在山上你得储备 征战的武器啊 那个不是只是在讲七个山 都不讲山有什么 山上最后有武器 对不对 装备圣土 我们为什么要让你们今天下了 上课还要上了三个小时 多累 也许你还都不一定赞同车 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是没办法 我们在准备 你们装备好 有机会把你们放到各个山头的时候 你们才有办法 成为有影响力的传道人 OK 要建立一个文化 我们现在就是建立基督教的文化 太弱了 这次我回台湾 以前我都是执政党 这次特别到总统府去抗议 这辈子第一次到总统府去抗议 抗议什么 同性婚姻 没有办法 我们的文化一直打输 一直打输 所以我们的属灵文化 如果我们都叫大家财产也卖了 也不能得百倍 日子也过得很差 这些一般人民众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都不知道 你们怎么可以带出属灵的影响力 好了 我们要停在这里了 下面的计划 我们下堂课讲 好不好 好了 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 来 那个大 你帮我们 请不吝点赞